大家好,歡迎收睇每周一股 採岸身邊的嘉賓是要財政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丸子希,Harry Harry,你好 你好,Nicole Harry,先回顧一下上星期,你為大家推介股份 上星期,Harry為大家推介電影 電營方面,整個星期,就升超過4% 跑逸恆指表現,做得相當不錯 如果看電營表現,股價走勢我都頗滿意 特別是觀眾要留意,上星期尾時 電信營科的一個伺服器死機事件 我都怕本身的股價會有一個震盪落去 但股價仍然維持一個明顯的強勢 我都相信息率表現,又或者集團的穩定性 仍然會持續帶動股價向上勢頭 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這股份 不如跟大家回顧一下上星期,Harry推介的策略 上星期推介大家當日在現價買 成功買入,亦都見到賺超過4% 維持的部署是否仍然是中場線 如果看電信營科,我都建議投資者 都是一個比較長線的部署 如果現階段買入,我覺得是可以一試 可以繼續看,本身的息率仍然維持在5%以上 只要股價在4元以下,投資者不妨可以繼續買入 我都覺得以電營的發展策略來說 特別上星期提到,未來的電視 或者企業本身的信息化相關安全性的業務發展 對於電營的業務發展,我們看得比較長線的看好 現階段買入,我都會維持目標價在4.3元 跟大家回顧完,上星期推介 今星期會跟大家推介什麼股份 上星期五,港股因為A股的因素 升超過500點,今天稍微有些回落 電營的23點,企乎市還未存定 又或者還未有一個明顯的勢頭 這個時間應該買什麼股份 現在回顧,今星期的情況當中 我仍然選擇一隻比較安全一點 又或者是防守值比較強一點的股份 大市的趨勢來說,雖然說星期五有一個急升的情況 但不要忘記,主要是源於A股會被納入MSCI當中 相關的一些因素來說,其實未能夠呈現 現階段來說,股市比較反覆 我會選擇港華燃氣作為今次的推介 集團來說,主要是在內地銷售一些 或是經營一些管道燃氣的業務 其實就是在大家很熟悉的中華煤氣的 中國的一個業務的一個分佈 現階段來說,我都會覺得港華燃氣作為在內地大力發展 未來的天然氣的行業來說,是率先的一個受惠的股份 說到天然氣,近來在內地來說,都是一個比較熱門的議題 也看到天然氣價格的改價,又或者其他原因 其實可否說一下延氣股 港華燃氣是做哪方面的燃氣業務 大家都知道有家用、商用、又或者有分銷 其實港華燃氣主要的業務又集中在哪裡 如果你看到港華燃氣業務的範圍 其實和大家認識的燃氣股有少少不同 我都會覺得港華燃氣是比較純下游業務的一間公司 主要跟中華煤氣有少少相似 本身在內地銷售或經營一些管道燃氣的項目 再加上做一些燃氣的接駁 主要是這兩大部分 你會看到如果投資者想熱炒、熱岩氣概念 又或者是中油少少的一些管道接駁 另外一方面的一些管道經營那方面 其實港華燃氣就未有 主要我都會看下游業務方面的發展 是作為集團未來的增長亮點 我和大家概括說了港華燃氣的業務 主要是主打下游業務的範圍 其實想推介今次的股份有什麼基本的好因素 所以大家值得去買呢 如果看今次想推介主要原因 其實主要在於 我都看到本身集團的業績方面是做得比較亮麗的 除了業績方面之外 主要也要看他們也有一個積極去收購不同的內地的燃氣項目 這是有什麼用呢 其實可以保持到 接下來的港華燃氣的增長的幅度 可以有一個比較穩定和可持續的發展的趨勢 另外一方面 當然是說中央也積極扶持內地天然氣的行業 我特別是看到城市燃氣的行業 其實中央是特別是加大扶持的 這方面對於港華燃氣 主要從事這方面的業務來說 也是一個比較大方向的受惠 另外一方面 近來其實觀眾也都很經常性留意到 就是一些不同各大城市 也都紛紛上調他們的燃氣價格 這方面亦都可以擴盤回港華燃氣的利潤水平 不如先和大家深入講解第一點 Harry 說 他的業績做得相當良麗 之後會有一些長期的收購項目 不如先看看業績表現 業績表現來說 收入和末期息 或者純利 每股盈利都有一個增長的勢頭在 其實他的業績對比其他燃氣股是好還是壞呢 對比下游的燃氣股來說 他做得不太出色 如果你看中國燃氣 甚至華燃燃氣 可能是純利也好 收入也好 亦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幅度 譬如三成幾四成的增長 但今次廣華燃氣來說 你會見到2012年 他們的業績大概是在兩成至一成八的營業 和一個本身的盈利增長幅度 其實我會看好它本身的穩定性 就是中國燃氣方面也會比較穩定 主要看股價的波動性不會那麼大 你會見到中國燃氣 儘管拉長的Graph來看 都是一個上升軌道 但你見到波幅性比較大一點的時候 其實盈利的增長幅度也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看本身 集團主要除了營業額 或者是盈利這些大數之外 我最主要看好它本身的燃氣銷售增長的穩定性 你會看到在本身的螢光幕上 都顯示了這麼多年的不同的盈利 或者收入方面的增長幅度 你會見到集團有分工業、商業和住宅的幅度 現階段來說 集團在工業方面的收入戰比來說 或者銷售方面仍然是最多 但你會見到 本身如果說商業和住宅的幅度 就慢慢地擴大 計算2012年的銷售收入來說 商業和住宅有18%的增長 反之而言工業有11%增長 我也預料2013年14年打後下去的時候 其實商業和住宅的佔備會慢慢地擴大 增長勢頭來講 都做得相當不錯 其實說完燃氣銷售增長穩定之後 不如繼續看它的業績 其實看到業績來說 燃氣銷售、新燃氣接駁客戶 還有其他來講都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但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新燃氣接駁客戶 這個項目在業績上 在燃氣股上有怎樣看的呢 如果你看回燃氣銷售方面 其實主要是說剛才那幅圖 最後面見到的總燃氣銷售 有53.2億立方米 純粹以立方米來說 在本地上市的一些天然氣股份來說 不是那麼大 也是比較小的燃氣股 也見到按連變動有14% 特別我會見到新燃氣接駁客戶 其實見到剛才在看熱務範圍裡說到 另外一方面除了只是銷售天然氣之外 一些接駁費方面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上升 見到有12.1%的增長的時候 對於新燃氣接駁客戶的數目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利好的數目 如果你看回燃料倉庫費或經營費用來說 就有一個平均的上升的幅度 投資者要留意 這件事為何會列出來呢 就是未來集團進行不同的收購項目 這方面會否有一個急升的情況 很值得大家留意 如果你說集團本身的收入佔比當中 其實是怎樣分佈 我都會覺得看到集團主要兩大項目 說到燃氣銷售和本身的燃氣接駁 其實在收入方面就反而見到 主要主要是在燃氣銷售方面 燃氣銷售和本身的經銷收入佔比 雖然只佔兩大項目 但大家看看下一幅圖表 看到燃氣利潤分佔 燃氣接駁的利潤反而較多 有6,4% 燃氣銷售和經銷售只有3,6% 似乎是否要增加多些燃氣接駁 才可以令業績更加良難以 沒錯,我們看到剛才那幅圖 我們看到燃氣銷售及經銷收入的大部分 但如果你看利潤的幅度來說 反而看到燃氣接駁這方面佔了一大半以上 如果說燃氣為何會這樣 其實主要是說集團在這方面的毛利率高很多 燃氣銷售和經銷主要還是見到競爭性 但如果按燃變動來說 亦會跟收入佔比的幅度形成正比 見到燃氣銷售和經銷這方面 仍然是按燃變動跑贏燃氣接駁的方面 我也覺得集團管理層要積極去擴展這方面的業務 特別是毛利水平或利潤水平 想要擴闊的時候 這方面是需要更加努力的 看完利潤分佈之後 不如再看看經營量點 其實見到氣銷量組合 佔了六成和五成八 那個都是工業 其實商業和住宅 你剛才也提到 可能會有不錯的增長 其實要怎樣分佈 又或者怎樣看才知道它的組合 可以有一個量力表現 你會見到集團在剛才的氣銷量裏面 我們都看到 大部份仍然在工業方面的一些 組合的銷售分佈 但從2012年到2012年的時候 見到工業方面的銷售佔比 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反之而言是另外商業和住宅方面 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但要留意投資者 要留意內地的天然氣銷售方面 仍然很多是在工業方面的 特別是見到 如果天然氣價格上升的時候 沒錯我們剛才也提到 本身令到集團的利潤率也會有一個上升 但不要忘記上油方面 這方面也會有一個上升的壓力 之所以上油的燃氣的價格有上升趨勢的時候 對於廣華燃氣無疑都有一個成本上的壓力 但如果你說本身佔比在工業上有這麼多的時候 我覺得廣華燃氣可以將成本轉價在工業用戶的能力 比起商業和住宅更為之大 這方面儘管預測的形勢 都是會在商業或住宅方面的燃氣銷售 佔比慢慢擴大 但工業用的氣銷量有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是確保了集團的成本上升的壓力 或是未來的銷售組合的增長表現 另外不如看看其他數據 就是客戶數目和生產力 去到2012年來說 客戶數目方面見到廣華燃氣 有7.64.8萬 其實會否見到整體來說 廣華燃氣的客戶佔比在內地算不算多 以及員工生產力的組合上又配合得好嗎 現在看客戶數目來說 都是追蹤我剛才的看法 其實見到只有7.64萬 就不是這麼大的一個佔比 但本身的增長幅度我是挺看好的 去到2012年已經去到7.64萬個客戶來說 其實上升勢頭 其實你會見到2013年很快會上到800萬以上 甚至去到900萬 我也特別看回觀眾會比較少留意到生產力的問題 什麼為生產力呢 就是每個天然氣立方米銷售 對比起每個員工數目的對比 這方面其實見到每個員工已經可以銷售到287萬千立方米的銷售情況 這方面你會見到趨勢也是慢慢地回升 以這方面來說其實我也挺看好 就是廣華燃氣本身的經營能力 集團的成本的控制 或是未來的銷售表現 2013年來說我相信未來的表現亦是保持上升勢頭 好 跟大家看完第一個利好因素 業績方面的情況 不如跟大家講下第二個利好因素 亦都講到相關的一些收購項目 其實現在的項目來說 廣華燃氣在內地佔比有多重 暫時來說新收購項目對它利用或作用有多大 講完一大堆歷史的數據 其實最重要的是2013年甚至打後的時間 會是怎樣去發展 其實集團在2012年已經是新收購 或者是發展了八個天然氣項目 這方面其實集團也預計 在五年內八個天然氣項目 合共會增加了六億立方米的一個天然氣總氣量 事實上看到集團其實公佈這份業績 在三月底直至三月底 其實在今年三個月內已經收購了四個天然氣項目 在五年內內也會收購 增加了三點五億立方米的不同的總氣量 計算兩方面的立方米大概有9.5億立方米 對比起本身的集團今年2012年發布的總氣量 有52.5億立方米 其實集團的總氣量儲存 又或者在未來的銷售比率來講 其實已經增加了二十個百分之多 這方面其實集團管理層也進一步透露 即是說未來今年2013年 他們都計劃著有八至十個天然氣項目的收購 我亦都很看好港華燃氣 即是未來的這麼積極的擴展速度 會令到他們的銷售表現 又或者盈利的增長方面 是有個不錯的提升的 另外其實看到2013年第一季 看到累計的收購項目來講 燃氣項目已經有78個 對比2012年增長幅度增長了4個 其實看到之前都沒有公司注入這個因素 其實看到只是2007年和2010年有 其實港華燃氣未來的業務是重點在收購上 還是沒有公司仍然都會注入相關項目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說燃氣的股的時候 都會講到坤輪能源 不斷地憧憬比如說母公司中石油 會否注入一些天然氣項目 其實港華燃氣會否有同樣的概念 其實你會見到這麼多年裏面 在圖表裏面都見到 集團在2007年和2010年 都試過有母公司去注入一些項目 這方面投資者就要想回 在港華燃氣和坤輪能源的比較當中 其實集團自從2010年開始時 中華煤氣方面 已經訂立了港華煤氣的發展策略 是一個很獨立的公司發展策略 我亦預期到2013年會有再多4至6個項目 注入新收購到港華燃氣的項目 會令港華燃氣的項目突破到80個以上 這方面亦是主要發展的亮點 至於母公司注入方面 我會視為一個優惠 現階段來說 未看到有這樣的效果 另外,不如跟大家介紹內地的天然氣市場 之前中央亦說到要積極扶持相關的天然氣行業 因為都是新能源 又或者想用一些結成的能源發展 其實這個因素之下 對港華燃氣有甚麼利好作用呢 如果說港華燃氣作為天然氣股 無可避免我們都要分析內地的天然氣行業的發展 我亦看到港華燃氣本身是下游的行業 主要是集中在城市燃氣方面 亦跟大家分析內地城市燃氣 究竟在十二五規劃裏面 究竟會有甚麼發展的趨勢 如果根據天然氣十二五規劃裏面 直至2015年在城市燃氣消費量方面 中央亦確立了在2015年 去到1782億方米 亦說對比起在2010年的消費量 其實幾乎有一個倍增的意味 除了消費量當中 燃氣管道的折迫 都由2010年的35萬公里 增加至2015年的60萬公里 這方面亦有一個接近倍增的情況 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 究竟天然氣消費量如何增加 主要在於內地積極發展一些清潔能源的發展 除了清潔能源的發展如何發展之外 本身城鎮化的速度 亦是很影響到整個燃氣行業 特別是城市燃氣項目的發展 說2010年中央都想由今年的城市城鎮化的速度 由53%至57%的百分比 這方面我都會看好一個長線的利好 對於天然氣在城市管道或城市燃氣方面的行業發展 有這個規劃在 但內地應用天然氣的情況是怎樣 似乎那個滲透率對比其他能源來說不是那麼高 如果你說現階段來說 當然經常都說 近半年我們經常都說天然氣是未來的發展 但現階段的佔比來說的確是很低的 圖表上列舉了內地有幾大城市 和中國自己本身現階段的天然氣應用 佔比整個總能源的比例 你會見到 中國現階段只是用5% 在規劃上去到2015年也是8%的水準 你會見到內地的污染情況那麼嚴重 未來的勢頭會持續加大 你會見到可發展的空間是很大的 途中我們看到北京的情況 由於污染程度特別之嚴重 所以他們在2015年成立的目標是比較進取少少 但要反之而言 見到西邊方面 例如四川、山西的幅度 其實我覺得本身的增長幅度不是那麼高 接下來來說 其實暫時的天然氣行業的發展 主要還是比較富庶的一些東部的地區 現階段來說 我相信中國的發展勢頭 都會挺理好廣華燃氣本身在內地的天然氣發展 不如看看內地的個別對區 看到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部來說 天然氣佔比來說 似乎暫時只有這個西部佔比最多 我們見到 如果只說天然氣裡面的一些行業燃氣類型分佈來說 暫時根據這份國家住建部的統計和高盛的報告列舉出來 特別見到西部方面對於天然氣本身的利用幅度比較大 反之而言來說 在本身比較富庶的東部方面 其實仍然有一個不錯的發展勢頭 剛才也說到 我相信東部比較富庶的地區 如果天然氣的佔比來說仍然是比較大一點的時候 對於接下來的發展勢頭 特別是在廣華燃氣 加大它本身在天然氣方面的發展 對於接下來的增長勢頭 又或是業務的穩定性來說 是有一個不錯的提振 另外我見到近來來說 天然氣價格在個別內地的城市都有一個上升的情況 好像長春市一樣 其實會不會見到 接下來不斷上升的時候 可以令到相關的燃氣股的利潤也多了 本身的新聞也說到 特別是在長春市的零售燃氣的價格變動幅度比較之大 圖裏也列舉了近來不同的城市 說到在天然氣價格的變動情況 大體上你都會見到 都是一個上升的勢頭 只不過是長春市特別大的變動幅度 其實在於長春市的價格本身是比較低的因素有關 你會見到其實由北京去到天津 甚至海口這些全部的城市燃氣價格裡面 有一個上升的幅度來看 你會在想的一件事就是本身 整個中國不同內地的城市 都會有一個零售燃氣價格變動的情況 都是一個向上的勢頭 這方面對於特別在下游行業來說 當燃氣價格上升的時候 對於他們的毛利或利潤水平來說 是有一個直接的提升 這方面我都會相信 每逢城市燃氣價格有一個上調的消息推出的時候 對於港華燃氣本身的股價的刺激力度就會在那裡 另外最後講完這個燃氣價格之後 亦都和大家看看最後一個利好因素 不如講一下 其實與同業相比 港華燃氣的應用 又或者是住宅其他方面的時候 收入比較會不會突出一些 剛才也說到一些比較住宅性的燃氣價格上調的時候 都要看回本身不同天然氣股份的時候 在住宅方面的佔比有多少 我們都看到途中也列舉了不同的一些 大家會熟悉一些 又或者不是龍頭 或者比較細小小的一些股份 如果你看回天然氣股份裏面 我都會覺得住宅方面 雖然說燃氣也有一個挺大的佔比 如果同比和不同的行業比較的話 當然大家都會見到 仍然在工業方面的佔比是更多的話 其實本身可以確保發展勢頭 但剛才也說到住宅和商業方面 發展如果佔比慢慢地擴大的時候 對於天然氣價格上調的刺激力度來看 是更為之大 這方面也主要說 就是未來天然氣價格 對於廣華燃氣的股價來看 是一個一大催化劑 最後跟大家說了這麼多利好因素 大家也都知道 對廣華燃氣暫時有甚麼亮點 可以令到古怪或業務方面 有更好的表現時間 其實有沒有風險在 暫時有甚麼值得大家關注 如果你說看了這麼多利好因素 自不然都會說到一些風險 大家要注意到 剛才亦都在說 整個天然氣價格 有一個上調的趨勢 但上調的空間 其實就好看回內地的CPI的情況 如果通脹的壓力 例如及後半年來講 是慢慢地有個上升的勢頭 對於天然氣價格的上升空間 自不然都會慢慢地縮小 其實我們看到本身 本身內地都積極進行 一些能源價格市場化的舉動 天然氣價格市場化的舉動 會否比其他能源做得比較慢 這方面對於廣華燃氣來說 我都會覺得是一個風險因素 儘管就算天然氣價格市場化 進度會慢一點之外 對於廣華燃氣來說 本身利潤空間或擠壓程度 就不是那麼多 主要我都會覺得 天然氣價格市場化 對於上游行業來說 影響比較大 但這方面投資者也要留意 另外一方面 集團也有個問題 就是本身的擴展進度那麼多 又或者每年都收購8至10個項目那麼多 相關的資本開支 又或者經營費用 會否有急升的情況 這方面投資者真的要留意 大家要看相關業務 其實對它的盈利表現 有沒有壓力在 不單止只是升 可能都會蠶食當中的情況 最後講完風險因素 不如跟大家看看 投資策略應該怎樣定 早前廣華燃氣在3月份的時間 就破過頂 現在應該幾次賣號 現在看投資部署當中 其實廣華燃氣在1月的時候 進行了一個配股動作 集資也有9.46億 我相信這次的集資主要是 在未來的收購項目 所以對於廣華燃氣的配股壓力 就算股價一直上升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大 我都覺得現家園來說 投資者可以現價買入這隻股份 亦都見到集團的技術走勢 仍然處於橫行的區間 如果7.24億買入的時候 我會給予目標價 亦都是8.5億 定下指洩價在6.75億 但當然我都會覺得 從剛才的分析當中 我們說的業績比較亮麗 亦都見到增長比較穩定 還有很多天然氣價格上調 這些因素來說 對於廣華燃氣是一個中長線的看法 所以我都會定立投資策略 作為一個中線部署的投資策略 會比較明智一點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要問Herry 剛才說的廣華燃氣有持有嗎? 待會回來問到環之 家庭觀眾記住打電話來幫我們 電話是204-6566 待會見